Hello姐妹们 今天这期视频的主题是2022年的第一波裤子分享 最近又玩到了5条比较适合高鸽子的宝藏身裤 然后就想着过年之前赶紧分享给你们 如果你最近沾长裤子的话就跟着我们继续往下看吧 首先第一条是这条黑灰色的一个拖地长裤 我之前分享过这样的一条抽绳的一个拖地长裤 而之后这次落一条跟它有一点点像 也是这样子两条抽绳的 但它这样的抽绳会相对来说细一些 它是一个双面德容的材质 里面这个触感也是非常非常舒服的 就会比我现在腿上这条要舒服很多 而且保暖性呢也会更强一些 我的身高是175 你们可以看一下它在我身上的一个长度 就基本上能够盖到脚背上一点 就非常有那种慵懒的一个效果 然后这种整条裤子 这个面料的一个垂坠感也是很好的 因为它是双面德容的一个材质嘛 所以呢它就不会像那种 加了一层非常厚的绒层的一个裤子 上上之后呢会非常容易显臃肿 它整个裤型对身材的一个包容性还是蛮强的 然后背后的一个效果 这也是超级嫌腿的那种 这里上面可以随便像我这样子搭配一个针织开装 或者说胃一样什么的都是完全没问题的 这真的是属于那种零胆度穿搭的一个产品 再去第二条呢是这条黑色的一个直筒裤 这一看好像是平平无奇 但是它其实还蛮有设计感的 它的裤腿这块呢前后都有做这种扭扣的一个设计 所以在穿的时候呢就有多种穿法 前面这块可以把它这个扣的也这样摁上 正面看过来呢就有一个这种褶皱的一个感觉 就上身之后真的能把腿形修实的非常好 然后打开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 这样子一个直筒的效果 但是扣上之后呢就会感觉更加利弱一些 如果是大腿或小腿比较结实的姐妹呢 就搭这裤子完全是看不出来的那种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背面的一个效果 因为这条裤子呢裤长呢没有说特别特别长 所以底下呢我搭配的是一双低筒的靴子 然后上面呢我个人也是建议搭配这种短上衣 或者说紧身的那种款式 脱了外套也是全场最酷的那种 家具第三条呢是在我上一期视频中有出现过的 这条白色的一个高腰针织裤 我刚才来说呢浅色系的裤子是不太多的 而且它是白色的嘛 之前就担心它会透 但它里面呢有做一层隔层 所以呢上身之后是基本上不会透的 而且它整个面料呢是属于这种针织面料 所以还是有一定的硬挺感在的 裤腿这块呢是有做一个开叉的设计 其实它除了可以像我上一期视频那样 去搭配一些短上衣来穿 它可以搭配这种比较长的一个大大种针织衫 就穿着很舒服然后看着也很舒服 反而说它整体的一个裤长呢其实不能说是非常长 但是因为它有开叉嘛 所以太过去长了的话呢会显得稍微有那么点固塌 就我觉得大家如果没有尝试过这种针织裤的话 可以去试一下 家具第四条呢是一条咖啡色的灯细织裤 偏紧身的一条威拉裤 然后这条的一个上身效果真的是非常的惊艳的那种感觉 有没有 就是我第一次拿到手之后上身之后就觉得它显得很长 它整个版型呢其实是属于那种并不是特别特别紧身的 如果这个上面去搭配一些铜色系或者是什么灵光色 特别亮眼的一些短上衣也是非常非常好看 然后还有最后一条裤子呢 它是我为新年准备的提前剧透给你们了 就是我的第一条大红色的牛仔裤 一桶裤的版型就这种大裤腿的感觉 然后我个人呢是非常非常喜欢它这个红 就是那种非常非常正的中国红 这条上面真的是好喜气啊有没有 就虽然它是这种非常亮眼的红色 但是搭配才真的是完全不难的那种 就上面可以搭配这种带有点红色的两个 温衣啊或者说纯黑色纯白色的单品 就一整个都是非常清晰的那种感觉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后面的一个效果 它其实这个版型呢没有说很特别 是一个普通的直动载裤 就如果说你是跟我一样 觉得大红色的单品 穿在上半身的话会有点太乍眼了的话呢 可以去在下半身做一些选择 OK 大家那2022年的第一波裤子分享呢 到此就结束了 然后大家如果有什么宝贩的裤子店铺啊 或者说高个神酷之类的也可以在评论区交流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吧 爱您 拜拜